Zither Harp Oh happy day Oh happy night 一张开双眼就有爱 不用耍哭再装迷糊 爱就要大声的说出来 跟你打脚摇摇走 跟你开心手牵手 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们充满幸福诱惑 感受爱神的祝福 你就是我的Super No.1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 卡在你身旁 什么都不用害怕 感觉爱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Super No.1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sweetie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 你就是我的Super No.1 两个人一起制造甜蜜浪漫 卡在你身旁 什么都不用害怕 感觉爱的力量 你就是我的Super No.1 两个人一起每天那么精彩 Oh baby baby I'm your sweetie baby 你是我心中永远 Super No.1 吃吃看原味的吧 嘿巧乐 你都给阿讯吃 让我们都不用吃了 就是了 你都给阿讯 你都给阿讯 我去拿冰块给你冰附 阿讯 你不用啊 有鬼喔 阿讯 你什么时候来的 阿讯我十分钟已经就已经来了 我十分钟已经就已经来了 我十分钟已经就已经来了 你会不会对巧乐好得有点过分了 你会不会对巧乐好得有点过分了 为什么大家都会来 为什么大家都会来 我们来帮巧乐庆生 阿讯你应该不会这么没品的 勾把自己兄弟的历史吧 阿讯 阿讯 没品的是你 直到你不负责任的落魂之后 巧乐有多伤心吗 就算我现在要追他 你又资格阻止吗 王振讯 阿讯 你不要打 说什么你给我说清楚 不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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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清楚 想干嘛 想干嘛 李雨昕 到底干嘛 好 巧乐 我死了 大家让开 这次我没有记错你就是李雨昕 你就是李雨昕 阿讯 阿讯 去骗我们家里的感情 阿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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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吧 不过请你打完之后 让我跟巧乐讲几话 可以吗 你这辈子休想跟我们家瑞瑞讲一句话 阿讯 阿讯 瑞瑞你不要拉我 你忘记这个西音之前怎么骗你的 巧乐你你的项链呢 我已经拿掉了 你要说的就是这个吗 不是 巧乐 前一阵子我不在台湾 是特别到挪威去买了你喜欢的冰鞋 我一下飞机就过来了 虽然 迟了一天 但是 祝你生日快乐 我本来很快乐的 我本来很快乐的 如果你没有出现的话 巧乐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 巧乐 我真的是在挪威买的 我没有骗你 有没有骗我已经不重要了 我知道了 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不是跟阿讯在一起 所以你才不想理我 你真的没叫我来 李雨昕 李雨昕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啊 你张秋 巧乐 阿信涛 没事 他应该走了 对呀 那个温神越早煮越好 来来来 大家喝饮料庆祝一下 来来来 自己拿来 有热气 来来来 哇 冷吗 你很有品味 知道现在台北最流行的法式国茶 乐乐介绍的啦 乐乐对不对 乐乐啊 没事啊 对没事 大家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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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开始 我真的很讨厌你 你这个人啊 又神精致 又龟毛 长得不忧 人又大致 前置就集合了所有我难以忍受的各种缺点 而且最受不了的是 我居然又变成你的下属 当时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权利下最可怜的慧姑娘 不过 后来我发现 你嘴巴虽然坏 却会帮我煮泡面 在公司 虽然老板一副上司的架子 在家里 却会帮我洗衣服 而且 在你的铁血教育下 我学会了影印 学会了传身 学会了怎么用最漂亮的期划案去吸引顾客 也学会了 怎么去爱和被爱 我是独生女 从来不知道拥有兄弟姐妹是什么样的感觉 不过 如果我有姐姐的话 我希望她像你一样 PS 你一直都很Hot 有个面膜 我放在桌上 就送给你吧 当作是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镜面 这二星连玫 这个笨蛋嘉欣 如果我不跟她起父的话 我一个人又有什么意思 连我送她的项链 她都没带走 相信还有留PPS 别担心我 我会照顾自职 我也没带 onc 她covery 我本來以為沒有事情了 那個李以信走就走幹嘛 留雙冰鞋給洛洛啊 害洛洛啊 我剛剛看過那雙冰鞋 真的是在挪威才有的款式 是啊 那個沒良心的真的跑去美國 買雙冰鞋送洛洛啊 啊 了嗎 是挪威 挪威我知道啊 挪威就在美國啊 惹媽 挪威其實是在一個 蛤 算了 反正是一個很遠的國家就是了 哎喲 害我們家洛洛喔 欸 洛洛洛啊 洛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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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幹嘛 啊 我在看那個三樓的空氣好不好 我跟妳說喔 三樓空氣好稀薄喔 欸 阿欣有事情要跟妳說 我沒有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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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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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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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樂 你沒事吧 嗯 我只是 可是 在想一些事 是 啊 新的事嗎 嗯 我只是看到冰鞋 想到全國大賽就要到了 對喔 你回來這裡之後 幾乎都沒有在練習 嗯 所以我想 我應該會去台北了 不管妳去哪裡 我都會陪著妳 坐啊 請韩娜 妳好像第一次來我們家嘛 喔 沒有 梁董妳忘記了喔 我上次回來妳家開過會啊 喔 對對對對對 還有一次 梁董 梁家欣 原來妳們是婦女喔 連副總都連我一起騙 請韩啦 妳不要怪副總 是我要她不要講的 梁董那不是重點啦 今天的重點是 妳說句話好不好 這位是 喔 她是嘉欣的男朋友 應該是前男友 說話好不好 是妳要來找嘉欣的耶 伯父 嘉欣有回來嗎 嗯 嗯 嘉欣她 她沒有回來 妳跟嘉欣發生什麼事啊 伯父 如果嘉欣有跟妳聯絡 麻煩請妳轉告她 一切都是我的錯 不管她做什麼決定 我都接受了 請她 千萬好好照顧自己 妳放心 我會的 楊總到了我 我先走了 拜拜 她看見妳 怎樣 不完了 都一直你進 不完了 誰像你啊 一失戀就一副鑰匙不活的樣子 當然會守不住我 怪的人是你 大家都失戀 為什麼你這麼有精神 沒精神 總把巧樂追回來了 我想過了 不能再這樣鑰匙不活 要振作起來 這樣巧樂才會再愛上我 喂 你捅那麼大的樓子 巧樂會再愛上你才怪 拜託你出的包也不小吧 還有空嘲笑我 不過 我真的不懂你為什麼會搞到分手 難道真的是因為張錦函 我真的覺得張錦函那女人很急車 我認為她有可能是故意破壞你跟佳琪 喂 不要亂講 錦函那她不會那樣 她 還一直想幫我跟佳琪服務 剛剛沒有喝多少啊 怎麼那麼快就醉啊 有點暈了 真的假的 是太靈異了吧 你知道嗎 佳琪 她最喜歡說這兩個字了 她最喜歡說這兩個字了 寶貝 你怎麼沒有想問的 我沒有想問 我先閃了 我先閃了 閃心一點啊 您的电话将接到预期一样 奇怪 左上堂跑到哪里去了 打的电话也不接 左上堂跟嘉宁刚分手 你也知道他这个人 都傻乎乎没什么神经的 我怕他一旦认真起来 会做什么很奇怪的事情 家里电话也不接 你死了要说一通 我好请你收拾嘛 看起来很紧张 没有没有没有 还好还好还好 左上堂 左上堂 你左上堂 你干嘛喝那么多酒啊你 你喝那么多还闯马路 你不想活是不是 张景涵 怎么又是你啊 为什么不是嘉宁 如果你想自杀死的算话 你就一辈子也别想看到嘉宁 我没有想死 我只是来找嘉宁的 你看清楚一点 你正做一点行不行 嘉宁没有在这里 没有嘉宁我还正做什么 嘉宁不在 你就不吃饭不睡觉 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 我们这些关系你的邻居 邻居 亏你说的出口 要不是你 我会跟嘉宁分手吗 你喝醉酒说出真心话了 所以你现在是怪我害你跟嘉宁分手了 我怪我自己 跟你玩什么主人仆人的游戏啊 我居然还失心疯的 我觉得你跟学姐长得很像 早知道那天你扭到脚 我就丢下你不管去追嘉宁啊 我那天就有叫你去追啊 可是我没有办法丢下你不管啊 我干什么啦 我ok还是先走了 你没有办法丢下我 我也没有办法丢下你啦 你都不理他可以吗 谁啊 副总 走了 总 我再做一下就回去 我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了? 哎呀 我居然忘记了 我跟梁董晚上有个会要开 这么晚开会? 对呀 梁董这个人一向都怪怪的 而且开会时间都很随性 像之前啊 我们还有凌晨三点开过会的 那我先进去了哦 要不要大家都等我开会 要我来接你吗? 不用 我都不知道我开会开到几点 你先回家 OK? 拜拜 拜拜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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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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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惨了 副总 副总 你怎么来了 这样 我们翻手吧 为什么 副总 如果刚才是哨棠的事情的话 我可以跟你解释我刚才没有什么的 你要相信我副总 因为哨棠刚失恋 所以 我要去照顾他的情绪 我刚才没有什么的 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怎么可能 我喜欢的人是你副总 那你为什么你不知道我的名字 蛤 因为 算了 我们分手吧 反正我只是跟你玩玩而已 玩玩 不 怎么怎么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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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锦 你是玩玩的 我不相信 我就要去 不好意思啊 你有一大金锦吗 你有一大金锦吗 嗯 那 他有说什么吗 他说 锦涵 我们分手吧 什么 他为什么要跟你分手 他说只是玩玩而已啊 怎么会这样啊 可是 他看起来真的不像这种人 他跟阿兴看起来真的不太一样 好啦 不要难过啦 修修修修修 嗯 其实 我没有那么难过 为什么 可能 太震惊了吧 突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接受 是啊 是哦 别担心啦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跟嘉欣都会陪着你的啊 嗯 谢谢啦 嗯 对了 从刚刚我就一直很想问你 为什么我跟嘉欣的房间 他的东西都不见了啊 嘉欣他搬走了啊 搬走了 为什么 他跟少堂分手之后就搬走了 嘉欣跟少堂分手了 他们为什么要分手 什么时候分手的 那家新班都哪里去了 哎呀 说来话长啊 等我精神好一点跟你讲好不好 不好意思啦 我忘记 你才刚刚失恋而已 不过没关系啊 现在我们三姐妹都失恋了 我们可以互相的安慰 互相的支持啊 嗯 嗯 你为什么回来台北 哦 你该不会又为李雨昕吧 当然不是 我回来是为了准备一个月后的全国大赛 我才不是为了他信的 那就好 你呀 最不要被他骗了好不好 以后他讲的话一概都不信 嗯 你饿不饿啊 我去煮东西给你吃好不好 嗯 为什么我眼睛睛看着金锦走 不轻力挽留他呢 难道 我真的喜欢做双套 嗯 我已经是被金锦甩了 打击太大 所以才无私乱想 嗯 对 我是无私乱想的 嗯 嗯 梁董 梁董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 秦翰啊 这次 我真的垮了 垮了 什么意思啊 我投资期货 赔了八千多万 之前 我开给朋友的票子 今天早上因为周转不灵 跳票了 啊 那怎么办 啊 我想 我现在只能辞去执行董事的职务 啊 把手上护盆掏鲜 卖掉房子 车子 才能还清 欠朋友的钱 那嘉欣 知道这件事情 我 我 我不想怎么告诉她 啊 我想 能拖多久 就算多久吧 不过 就算是我想隐瞒 等到房子卖掉 她终究会知道的 梁董 嘉欣她从小就招生惯养 一辈子 没有吃过什么苦 我原本以为 就算是天塌下来 以为我这个老爸帮她顶着 我不会让她受任何委屈的 没想到 现在会搞成这样子 你说什么 嘉欣她爸破产还要卖房子 嗯 关于嘉欣回家发现房子被卖了怎么办 不知道啊 嗯 梁董真的很疼嘉欣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她还怕嘉欣吃不了苦 会顶不住 我一定不能让嘉欣吃苦 哇 好man 好了不起哦 可惜啊 一个连卤都买不起的男人 怎么拿八千万去帮助人家呢 嗯 我没钱 算了 跟你讲的也不明白 不过我听说 梁董周转不连的原因 好像是那个 腾飞企业的总裁 逼着梁董一定要再起钱点完全 啊 腾飞企业 哎哟 你也知道哦 也对啦 腾飞企业这么大的公司 坐在井底的人啊 都应该知道了 嗯 你的意思 梁董欠腾飞企业的钱 对啊 所以啊我在想 一定是腾飞企业的总裁 知道梁董要破产了 就追着他要债 嗯 嗯 要不要这样好 走走走走 你干脆呢 去腾飞企业的门口 常跪 然后拜托那个总裁 关心梁董一年就怎么样 哎 你不会真想去跪吧 我跟你开玩笑的耶 你又不是比尔该知 你家总裁干嘛理你啊 我也没有用好不好 哎 哎 呦呼 吃 吃 吃 这边 哎 搞什么鬼啊 想吃咋 我要下车 是 啊 瘦了好多啊 八成 又没有好好吃饭了吧 反正我在你的眼里 就是一个没用的画家 就算我白白胖胖的回来 你也会说我瘦了 怎么 改变新意了 决定回家了吗 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什么事啊 梁董欠你的那张支票 麻烦你一年后再兑现 为什么 那不重要 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拜托 不过区区八千万 既然你愿意开口 我当然愿意帮忙 不过 我另外有个条件 你应该知道我的条件是什么吧 我会放弃画画 那么 另外 我下礼拜去你公司上班 尽量 祝你 我在我的小铁比许 我出去 我来 在你的小铁比较 我在小铁比较 其后 我说 在小铁的 在小铁比较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搞什麼東西啊 變訓練怎麼這麼難 這樣下去 那麼編好 搞不好小熱都幫他去生小孩了 阿絮你回來了喔 你在幹嘛 沒幹嘛啦 加油 這手工藝品有興趣嗎 嗯 別客氣了來 這裡有書有信 什麼顏色都有很棒吧 明天 幫我變條行李帶來 可是我不會用耶 讓我們又愛克服這一切 OK 沒有 奇怪 我 我用這套把妹像無往不利的啊 我不是妹 也對齁 這是我維持帥氣造型的布船之名 勁爆乏辣 看了之後不但隨便抓兩下 就會算得像湯姆褲子 而且 哇塞 還會散發出迷死人的香氣 大歐相對 不就忍痛隔岸 沒被送給你啦 不是我不喜歡湯姆褲這行的耶 這到底要怎麼用啊 哈勒你加油 欸 欸 小樂 你會不會變幸運帶啊 會啊 真的嗎 太好了 這邊幫我變一條幸運帶啊 然後不然我們就死定了 沒問題 那你想要變哪一種啊 就這一種好了 拜託為了 謝謝 客氣 這沒什麼了 欸 小樂 你今天都回來台北了 那你是不是願意回來當我們管理員啊 嗯 我們好像有經費可以付你薪水 嗯 反正我每天都會到兵宮練習啊 就算不當管理員 還是可以偶爾回來幫忙嘛 所以 是不是正式的管理員 應該無所謂吧 嗯 也是啊 嗯 那 這就拜託你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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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你幹嘛把它丟掉 你不換了 不換了 以後都不換了 為什麼 因為我想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當個上班族 你怎麼突然想通 那你找到工作了沒有 我跟你講喔 警官的世界事業率是很高的 要不然這樣好了 我在巨蛋幫你找份工作 怎麼樣 不用啊我已經找到工作了 真的假的啊 你沒有想到你這警體之蛙 效能也蠻快的嘛你 你等我幹嘛 哦 對齁 我差點忘了 你知道有件事太神奇了 梁董的問題解決了耶 聽說是 陳飛契的總裁決定再快些一年 是嗎 嗯哼 唉 人美命就好 像嘉欣這樣的美女 不要說我們了 連老天也都捨不得她吃 你呀 不要羨慕別人了 全巨蛋唯一不喜歡嘉欣的金姐 不是很瞎就喜歡上你了嗎 你幹嘛 她終於恢復私力幫你甩了 她真的幫你甩 什麼時候的事 怎麼那天你喝醉 在馬路上換來換去那一間 那你怎麼都不講啊 我要怎麼跟你講啊 這幾天兩種事已經夠煩了 我哪有空跟你講說我失戀的事情啊 空而空 我平常都被你激落成這樣子了 我還特別受傷我讓你笑 她有沒有說為什麼跟你分手 她就說 你跟我玩完東西 什麼 玩完 什麼東西啊 她現在在哪 在公司啊 你幹嘛啦 找她算帳 等等等等 這這這什麼事啊 你等一下你 不要那麼激動好不好 不要那麼激動好不好 走 你幹什麼 我一個笑子啊 我一個笑子啊 走 走 她們 你簡翔 你以為你是什麼東西啊 你把張景涵當什麼啊 她是你隨便玩的對象嗎 你說 你看她 你看她幹嘛 你看她好欺負是不是 我在問你話啊 副總了不起啊 副總就可以瞧不起別人是不是 玩弄別人感情的王八蛋 你知不知道張景涵為了你 不但去算命還裝病 還要我演她前男友讓你打 這一切都只想要跟你在一起 你是這樣回報她的 小糖算了啦 這媽可以算了 這種人就是欠罵好不好 自以為了不起 長得帥又怎麼樣 張景涵哪裡不好啊 她雖然外表看起來很兇 其實心地很善良啊 如果你生病 她也會不慈心 然後照顧你到天亮 她雖然很膽小 但是你被搶劫的時候 她還是會奮不顧身幫你打跑強盜 她雖然很小氣 但是你肚子餓 她還是會掏錢幫你買乳味的 她就是這樣的人 到底嫌她什麼啊